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按照给定的集会运动要求 来设计四杆机构 那么按照给定的集会运动 设计四杆机构 我们用图解法如何来设计 那这个主要是利用的 这个用机构在集会 集位这时候它有个几何关系 就是它的集位和集位夹角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给定集会运动要求 实际上是给定了行政速度变化系数 那给定它以后实际上意味着 就是给定了θ角 然后利用θ角和集位机构尺寸之间关系 我们来进行做图设计 现在我们就看 由于去柄摇杆机构 一般都有集会特性 我们看已知摇杆的这个长度 cd长度给定 那么摆角呢 摆成或者摆角 by呢也给定 另外呢 形成速度变化系数kai给定 这是我们要求设计这个 一个去柄摇杆机构 那么这个设计呢 实际上就是已知摇杆 摆角和这个形成速度变化系数 那么这个设计方法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知道极为夹角 如果这个根据形成速度变化系数 和极为夹角关系 我们把极为夹角先要算出来 这是可以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再根据给定的摇杆 来做出呢 两个极位 怎么做呢 我们先取一个点 作为地点 那作为地点 然后呢 我们再做呢 两条射线 那么这两个射线所加的角度呢 就是用摇杆的摆角 那这时候我们再以D为原型 与CD为半径 画弧 这时候我们就确定的摇杆的两个极位 一个是C1D 一个是C2D 那么给定以后呢 我们知道 这个极为夹角呢 实际上就是固定角链A 对的与C1C2连线所加的角度 这个我们前面根据这个几何关系呢 是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为了做出这个呢 我们做一个呢 做为了确定A 我们要做定 做一个连线 C1C2 这个连线 再做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 我们这个角呢 等于C2 C1P C2 等于呢 θ角 所以在这呢 做一个角度 90度减θ 那么这两个条线的焦点 这个角呢 就是θ角 然后我们再做这个 它的外接源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外接源上的任意点 到与C1C2连线所加的角度呢 都等于这个θ角 因为这是一个圆周角 圆周角所对这个弦呢 同一个弦 它的圆周角都是相等的 那么这样呢 也就是说呢 按照给定的条件 我们这个A呢 可以在这个圆上任意点 可进行选择 可以学 所以这个A呢 实际上是 A就是在这个圆上 也就是这个A呢 我们求职这个圆 就是A所在的圆 因为A与C1C2连线的 这个夹角就等于C塔角 那么有了这个以外呢 那么这时候呢 只要给定一些附加的条件 这个机构的 因为现在还缺少条件 因为这个A上任意一点 选一个A点 就有一个解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以这个 给定了机架的长度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以AD为半径 以D为圆形 我们可以画乎 在这上就可以交到两个点 实际上这时候呢 往往都有两个解 这时候我们先来 主要看一个解 就是A点如果选在这的话 那这个角度就是C塔角 这就是我们讲的机位架角 那么A点这两个位置 也是趋柄与连杆 共线的两个位置 那这时候呢 我们A点确定以后呢 那这时候就有 我们设趋柄为A的话 连杆为B 那这时候根据ACE呢 就等于B加A AC2呢就等于B减A 根据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出 这个趋柄和连杆的这个长度 这个机构呢就确定出来 那也就是说 当确定A点确定以后 这个机构的尺寸就完全可以确定 通过这一套呢可以确定 再一个呢 我们这是用 只要A点确定 要按照公式来计算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做图的方法来做 用做图法确定A的话 那就是以A为圆形 与AC2为半径画弧 在这上交的一个一点 那这时候就相当于 这个长度呢 1CE呢就等于2A 这时候我们取这个长度的二分之一 为半径 以A为圆形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趋柄员呢 趋柄员 B一点的所在员呢画出来 那这时候就和它这个有两个交点 一个是呢这一点 再跟它延长线交一点 那这个就是B二点 这个就是B一点 那这时候这个机构尺寸呢 也是可以确定的 那么在这呢我们看 都必须要在给定这个条件下呢 只能确定一个A所在的圆 所以还必须要给一些附加条件 那这附加条件通常呢 除了可以给定机架的长度 我们有两个解 另外呢有时候也给定 比如给定其中一个趋柄的A的长度 或者给定其中一个连杆B的长度 都可以呢使这个A点呢可以确定 那么至于这个设计啊怎么设计 我们后边同学下去可以讨论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这个是A 那么这个是长度呢就是B 这从图纸量我们可以量出来 那这时候呢我们看一下 那么由于θ角的存在啊 所以这个它回来的时候 它就有机会运动 机会运动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在A所在的圆里边啊 虽然A呢我们是这个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但是呢A呢一般在FG 这个区段内这个弧段内呢 最好不要选啊 因为这个段内选的呢 机构运动可能产生不连续啊 运动不连续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称为是略弧啊 所以这个呢不要在这个选 而且在这两段可以在什么 C2 F和G C1这两段里也来进行选择 但在这两边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还注意 我们说机构要满足这个传力要求 最小传动角不能少于这个40度 一般情况也不能少于40度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里选不同点啊 获得的传动角的大小呢是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呢 往往是在这里选越靠近F和G的这个 在这个段内呢选越靠近这个位置呢 它这个传动角加上来越小 而且趋于零的啊 如果越靠近C2啊 C1这个位置呢 就传动角就越大啊 越有力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 但一旦这个A点确定以后呢 这个传动角可以确定啊 那就是过连线 我们让驱柄与机架共线两位置之一 那这时候呢是展开的位置 这个是重叠位置 这是我们就确定的 干嘛两匹和干嘛一匹 比较二者较小者将来为最小 这样把最小的这个传动角就可以确定 只要选定一个A点 这个传动角的最小传动角就可以确定 那要检验这个传动角是不是满足要求 如果不满足要求的话 你这个A点再重新选择 总的来说 满足这个机构的这个尺寸的条件呢 我们可以说很多的啊 所以这时候也有无穷多减啊 那么这一给定的这个 驱柄滑坏机构的这个设计呢 由于实际上呢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给定的形成偏矩以及开 那这时候呢方法是不是相类似啊 那这时候呢我们只要把这个H呢 先把两个机位位置呢确定出来啊 所以这个驱命滑坏机构的机位呢 就直接用H就可以确定了 所以和摇杆呢这一点相似 接下来呢和我们前面都一样啊 最后呢要做它的外界圆啊 我做也就做它的这个三界 做A所在的圆啊 圆里呢是相似的 那这时候由于给定了偏矩 那这时候我们给量一个偏矩 我们就把A点的确定 A点确定的话 那这个机构尺寸是确定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按做头法 可以把AB的确定出来 那么这机构呢就设计出来了啊 这是关于曲柄滑坏机构的啊 那么我知道偏制曲柄滑坏机构啊 它是存在机构特性的啊 对新呢是不存在的啊 这是另外对于导杆机构呢 那我们可以看导杆机构的设计特点呢 由于我们给定了导杆的机构的长度啊 和这个形成速度变化系数 这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先算出这个极为夹角 那这时候过这个低点啊 我可以做两个导杆的两个极端位置啊 那么机构呢是它的这个平分线啊 那这时候呢我们根据机构的长度 AD知道了 由A点的确定的A点的位置 因为导杆处在极端位置的时候呢 曲柄处在呢与导杆垂直的两位置啊 那么这时候就把CECL确定出来了 那么又可以看出呢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极为夹角 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啊 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CETA角啊 极为夹角和这个白角呢是相等的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 因为做一个 这时候这两个位置所夹的位角 实际上就等于这个外角啊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用图解的方法 按给定的机会运动要求啊 设计四杆机构的这个情况 那么呃上面呢 我们介绍了用图解法 设计呢 具有机会运动要求的这个四杆机构啊 那么设计的整个思路呢 是利用机构在极位的时候呢 它存在这样一个角度关系啊 就是角C1A C2等于CETA角的关系 然后利用几何做图的方法呢 来进行确定啊 那么先确定呢 A所在的圆 然后再借助其他一些辅助条件 我们把固定角链 C和这个B的位置呢 确定出来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把全部的用图解法 来解决呢 这样三类问题四个方面啊 一个连杆的预定位置 再给定两连杆杆对应位置转角 再一个呢 实现预定的轨迹 和这个 集会运动啊 这四个问题呢 我们都做了 这个相应的这个介绍啊 那么这部分呢 重点呢 还是应该呢 放在这个 一个给定连杆的预定位置 设计四杆机构啊 那么这个主要是 给定了三位置和四位置 另外呢 给定连杆的这个 连杆杆的对应位置 那么这个也主要是 两位置和三位置 再一个呢 就是按照 集会运动 来设计四杆机构的图解 这个呢 将来我们作为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 其他呢 我们就作为了解 那么关于 平面四杆 就是图解设计呢 我们就讲到这 那么下次呢 再见